往南一千五百公里,珠江,中国的第二大水系,在它的三角洲地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群。 这里也是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,众多产业在这里汇集,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。 为此,珠江三角洲地区修建了全国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,但这远远不够。 虎门大桥,珠江两岸唯一的东西向通道,支撑着两岸经济的高速发展。 但现在,通车仅二十年,这座大桥已远超负荷,拥堵成为常态。 增加一座连接东西的大桥,这个愿望已经存在了近十年。 虎门二桥的修建势在必行。 跨越珠江的入海口,虎门二桥要同步建设两座, 超千米的世界级特大悬索桥。 这是从未有过的挑战。 主塔最高达二百六十米,相当于九十层楼高,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高的悬索桥桥塔。 加上十公里长的引桥,以及两座复杂的互通立交桥。 相比常规桥梁,生产施工的复杂程度将成倍增加。 建设者们必须小心翼翼,才能又快又安全地完成任务。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八个巨大锁塔的建造, 工程师采用整体液压自爬模板体系。 让赵在爬顶的施工平台能够随着主塔的建造, 自行鼎升。 万一到全部朝下。 四个小时后,一次流畅的整体爬升工作顺利完成。 另一边,在衔接两座主胯的中心岛上, 截断梁预制工厂也在紧张的施工中。 在这里,要完成五十多种类型, 共三千五百多品截断梁的生产和拼装。 最大的梁段,一个的重量就相当于一百二十辆小轿车。 五条生产线,平均每天生产七品粮。 所有的生产都要标准化、信息化, 才能保证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工作。 虽然这座大桥工期长达五年, 但每一项工作都将以小时来计算。 工程师们正想尽一切办法。 让这座大桥早日通车, 扩充珠江两岸的流通能力。 庞大的公路网络, 让整个国家联通起来。 今天的中国, 汽车保有量全球排名第二, 与一九九零年的数据相比, 翻了三百一十倍。 但这并不是一个让人乐观的趋势。 中国永远不可能像美国这样走这个车轮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子。 中国现在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是13%, 美国是70%, 如果按照美国的比例, 全世界的石油都供应不上。 问题已经不断涌现, 高能耗, 拥堵, 雾霾。 中国人决定要走另外一条道路, 来更加有效地大规模运送人和货物。 这就是铁路。 一个十二万公里的网络建立起来, 一战世界铁路百分之七的营业里程, 完成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运量。 特别对于大宗货物运输来说, 铁路的优势更加明显。 首都北京, 往北一百公里, 一个漂亮的S型大湾, 拉出一条已经运行了23年的重载铁路。 每天, 黑色的钢铁巨龙从这里微移而过。 这些列车的起点,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, 中国的煤都。 煤炭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物资, 即使在能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, 煤炭仍占据百分之六十六的能源消耗。 厂六百五十三公里的大秦铁路, 承担着中国铁路四分之一的煤炭运量, 如同大动脉一样, 为整个东部输送血液。 大秦铁路是中国铁路的西美东勇的专用通道。 2002年, 它的设计能力是达到了一亿多。 在经过多次改造以后, 在2010年, 达到了四亿多的目标任务。 要在一条线路上完成如此大的运量, 需要尽最大可能, 增加每列车的运载能力。 在大秦铁路, 最常用的是两万吨的重载机车。 一列车运送的煤炭, 如果用载重五吨的汽车来装, 需要四千辆。 1230, 1230煤炭, 来到好了。 蜿蜒的重载机车将煤炭源源不断, 送往东部的秦皇岛。 在这里装上货轮, 完成西梅东运的任务。 但一直以来, 中国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, 修建一条长渡市大秦县三倍的重载铁路, 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大洞外。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 黄土高原的土地上, 小麦渐黄。 这里是中条山脉的深处, 陈昌征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。 我们以前去台湾县县城, 都要犯这条中条山。 早上起来, 犯到拉米就前黑了。 绵延的山脉山势辖场, 曾经阻隔了老陈的出行, 也阻碍了猛华重载铁路的修建。 穿越整个山脉, 需要修建一条全长达18.46公里的隧道。 首先面临的是这里复杂的地质条件。 沙岩中富含的水顺着盐缝流泻而下, 如从174米的高处落下来一样, 如果处理不好, 造成秃涌, 瞬间就能埋掉半条隧道。 目前,它的水, 要一整个里面抽一个小时, 你前头往西北方的水水量, 那是很厉害的, 不抽水一个小时就淹了。